爱人给了你啥压力 我爱人比我首先嘛 第一比我年轻 第二比我漂亮 第三比我收入还要高 录这期节目的时候 有多少位在座的企业家 是在的举手 是依我看看 好 当时他妻子 可被你们很多人批评 对啊 他给他看公司条 说的抢话 对 对不对 说他看着他的眼色形式 对 是这样吧 而且每月公司条 他要发给老公 颠测他 比如说他这次 开公司了 他说那个公司条 发给我写一个读书 他说老公你看 这个月我挣了多少多少钱 多少钱可以 或者是 赚那个业绩完成得好 又涨心了 他说老公 这个月我又涨心了 他每个月都给你看什么 对 每个月都给我 对 这是杀人不见血呀 那现在你是 你是去了哪家单位来的 东方爱英 怎么样工作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环境啊 统事领导都非常好 贾军给你的承诺 都兑现了吗 全部都兑现了 他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是在菲尼莫书找到的工作 他也是在菲尼莫书找到的工作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就是真的非常感谢菲尼莫书 不不不不 所以呢 所以我们今天来 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弄 不不不 所以我们给你们两个人都找到了工作 所以我们的孩子以后肯定也会来到 不不不不 孩子跟我们没关系 我问你 所以你们要来点实惠的吗 所以我们还能看看 我们节目从来不收费用 对吧 把你们两个找到了工作 你们来点实惠的吗 对 你们来点实惠的吗 我特别给图蕾老师准备了一条红色的围巾 想借此机会献给图蕾老师 你看我都急死了 谢谢 好 祝福以 祝福以 图蕾老师 祝您在2020年新的一年里边生活 还有工作 全部都红红火火 嗯 乖孩子啊 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吧 对 堂山板栗 板栗 酥糖 酥糖 对 这叫什么 这叫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叫鸟活 叫鸟活 就是小芝麻球也非常好吃 对 你觉得你在贾君那干什么时候 工资可以超过你老婆 我感觉 他叫你别乱说啊 现在就已经超过了 现在就已经超过了 那我问一句 你给你老婆发工资条吗 当初你在台上发誓说 等你工资比你老婆高了 你就把工资条月月发给她 上个月的已经发过了 哦 好好好好 有这些历势我们就能成